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三角梅 进入了6月份,7月份,这两个月份 很多花药都懂得为自己家的三角梅控水触开花 在我们控水过程中,有没有放到三个误区 如果放到了,就导致你的三角梅吹花不成功 第一个误区就是,在我们给三角梅控水的时候 时间还没到,就给它浇水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全工进去了 当我们给它控水的话,一定控到这个月片发远发捏了 再给它浇一点点水,不是完全的给它浇透 如果你完全给它浇透了,就取不到作用 误区二,就是施肥 大家都知道,磷酸二青甲是一种吹花肥 也是能让它快速的开花 但是呢,我们前提控水不成功 这时候给它施的再多磷酸二青甲,也是没有用的 当我们使用磷酸二青甲吹花的时候呢 一定要看这个叶片,这个叶片还没木质化 给它施用磷酸二青甲,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我们给它使用磷酸二青甲的话 必须等到这个叶片木质化之后 再给它施用磷酸二青甲 这样才能取到很好的效果 雾七三,光照 三角梅是洗光的一种植物 有些花芽放在阳台养护的呢,光照不够充足 它是收不到光照 因为这些光照对三角梅来说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只要光照充足,它就能进行光合作用 就有利于它花芽分化的更多 而且这些叶片形成的叶利素更多 如果光照不足,它就会产生长叶子长苗子 不会花芽分化 所以在我们给三角梅控水出花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三个误区 这样才成功的让三角梅花芽分化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